DOO 哈囉 歡迎來到台南吃飯吃飯 我是來崔 耶 聽到這個熟悉的口吻呢 就知道我們要去拍合集啦 今天呢就帶大家來東區 我們來東區找半套跟拳套 掌聲鼓勵 嘿嘿 我跟你講 我們的攝影師最喜歡拳套 欸 怎麼沒有人要拍手一下 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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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今天大家去東區找半套拳道 順便呢 今天這一集如果做得不錯 我們會做出第二集好不好 掌聲鼓勵 欸 都沒有人要鼓勵一下 好啦 尤其是最後一間 我覺得大家一定值得要去試試看 好啦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就是前往東區吧 Let's go 好啦 欸 這間我真的沒有吃到耶 我有先做過功課 他們說雞鴨飯跟牛奶鍋燒必頂 我想說什麼叫雞鴨飯 就是雞肉跟鴨肉這樣 吃吃看 他的鍋燒 我本來覺得他一碗九十塊很貴耶 可是他的用料還不錯 有小卷 有肉 還有蝦子 對吧 很濃郁耶 他們麵煮了剛剛好 他們這個牛奶鍋喜歡奶的一定很喜歡耶 真的是他奶奶的耶 好 來吃一下他的 這個看起來就很好吃 先吃鴨肉這邊 我以為他上面鋪了很滿很滿的油蔥耶 喔 好脆喔 可以喔 再來吃雞肉這邊 他的飯煮得是不錯的 不會糊糊 然後他整體的油脂的香氣很棒 喔 對了 他這邊的那個清湯啊 免費喝 而且喜歡吃醒菜的有沒有 現在我剛才這一碗 我就要來三湯匙 老闆娘也不會覺得心痛 真棒 來吃一下他們這邊有關東煮 也有炸的 老闆娘推薦甜不辣 甜不辣好吃耶 但是這個炸豆皮 它裡面是帶有那種濕度的耶 這個可以耶 這個可以 再吃這個炸大腸 這是我喜歡的那種臭臭的感覺 我跟你講大腸就是要這樣子臭臭的 而且他的油脂沒有洗得很乾淨 所以那種很爽的感覺 也很好吃耶 再吃看他的香腸好了 老實說他的香腸就普通 就是傳統的那種台南香腸 他的香腸跟炸腸吃起來就比較普通一點 來來吃吃看他們的古瓜風 然後他們自己的特殊醬料 很特別耶 我吃不出來他是用什麼啊 蛋很好吃 他的醬料很好吃 有吃辣的啊 有沒有 自己用一下 看他們辣好不好吃 他就是辣醋耶 變得更開胃耶 我要兩杯芋頭 西米霧 啊 那一杯牛奶 一杯鹹爹奶 好 他說要先搖一搖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來了妹妹 又一個很急事的臉幹什麼 好了搖一搖 來喔 我們先喝喝看野奶的好不好 好濃喔 欸很濃耶 野奶的味道啊 比較明顯 就是那種野奶很特殊的味道 他芋頭是屬於那種 喔有芋泥 然後也有芋塊 然後西米露不會讓你覺得 好像咬珍珠這樣子很難咬 好啦 那我們點了一杯鮮奶 喝喝看 欸鮮奶的味道啊 會變成 人家在喝那個 芋頭牛奶 但是他的芋頭味真的比較濃 然後他的芋塊也會在你喝完之後 在你口腔咬得到 比較沒有那種牛奶本身的香氣啊 那芋奶本身就是有一種很濃郁的味道 這見仁見智 如果你喜歡不排斥芋奶的話 我覺得以前芋奶比較好 因為也比較便宜 好啦 推薦給大家 這間啊 這是在位於我們東區 一個非常非常有名的 然後如果說是以芋頭西米露來講的話 這間應該是可以上 台南的Hot Street之類的 雖然我不是很懂這個飲品 因為我覺得這個有點飽 但我覺得跟那個 茄定的比起來 這間真的比較好喝 茄定的那間也不是難喝 就是如果以層次感來說 這間的會比較濃郁 我沒有吃過他們這個甜的 他們甜的有點像 感覺這個還可以在那邊 煎一個麻油蛋之類的 這個感覺有點像那個 澱粉炸蛋 都是澱粉 好啦 我們的半套來囉 半套呢其實就是 半根油條 全套就是一整根 燒餅加油條 他們的燒餅很香 又不會讓你覺得好像倫倫的 然後他們的油條也很讚 很紮實 然後他們會炸一些胡椒粉 還有一些會剪特製的 就是加豬排 加蛋 然後加起司 很好吃啦 這也是適合下課當個點心 或是你早上買來的當早餐 我之前會嘗試是因為 有一陣子要顧家人嘛 我們都是在市立醫院看病 所以都會來這邊買 哎唷 掉了 謝謝 我跟妳講我們來到了阿娟 我忘記我嫌來一片麵店的時候 然後有幾個那種死中的粉絲有沒有 就是說我比較喜歡吃那個阿娟的麵 然後我想說 阿娟哪一間啊 然後我今天Google要來的時候才發現 這間我寫過耶 好啦 我跟妳講 在東區這種寸土寸金的地方啊 阿娟的價錢真的很便宜 然後它的那個滷肉啊 吃那種油脂非常豐富的類型 還是記憶中那種 油脂很豐富的麵麵 可以捏 這個麵可以捏 很好吃捏 而且它的其實 不管是之前一代煮的 還是現在這女兒接手 他們煮的麵的功力其實都不錯 都非常非常的紮實 但是喔 因為啊 排很多間就沒有點滷味 正常我會點很多滷味 因為這邊的滷味超便宜的 海菜是10塊 豆干5塊 小菜都很便宜啊 你怎麼夾都不會心疼 這應該是僅至於大溝的滷味的價錢 你怎麼會來的 然後呢 你怎麼會知道 你怎麼會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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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不會吃 OK 來了 我跟你講 最近很常看那個抖音有沒有 冒菜這個東西讓我非常非常想吃 然後台南竟然開了一間 當然就是來朝聖看看啊 這個看起來很像絞筋 我們先來吃吃看 這個好吃耶 喔 半筋半肉的感覺 就是爽 他們也有牛肉 羊肉 豬肉串 喔 肉串也好吃 這應該就是牛肉了吧 欸 這個 它那個中藥湯子很棒耶 然後他們進了很多這種很可愛的火鍋料 你看 這是什麼 魚魚 我們要吃吃看魚魚好了 嗯 魚魚就是魚這樣的 魚才十塊錢 然後這邊的魚丸啊 黃金魚丸 我一看就知道它是很貴的那種類型 你看 魚丸真的要甜 好好吃喔 然後你們不喜歡叉子的話 也可以跟店家說你不要叉子 但是我想要享受一下那個 就是中國那邊 那種冒菜的感覺 好啦 來吃吃看它的蛋酥 欸 蛋酥很誇張耶 我們 基本上我們如果去吃那種火鍋有沒有 你要吃到蛋酥都要很多分母耶 現在不用你一個人就可以吃到蛋酥了 喔 欸 蛋香很香耶 最近不是缺蛋嗎 竟然可以炸成這樣 很好吃耶 尤其你看喔 它這樣有沒有 進過湯汁之後 喔 美根 很好吃 我們也可以像我這樣有沒有 就不要叉子了 就全部 直接這樣子分配起來 丟在裡面這樣 也可以很爽 但我覺得用叉子耶 這樣吃起來 很開心耶 但我們家的人不喜歡 他就是喜歡這樣有沒有 全部都要清空的感覺 所以我只好就是協助他們清空囉 好啦 那再來他們也有賣豆腐 麻辣豆腐 吃一下 喔 他們豆腐的孔洞很足 所以可以吸那個湯汁有沒有 整個都是湯汁 可以 他們也有麻辣鴨血 欸 我對麻辣鴨血很要求喔 欸 我一拿起來滿滿的那個花椒味 喔 可以喔 喔 你看 它的鴨血啊 完全 一點孔洞都沒有 所以吃起來非常難的 可以 給過 那來吃吃看它這個 進過湯汁的真煮麵好不好吃 欸 真煮麵要好吃啊 真的很吃它本身的湯汁耶 欸 我只點微辣了欸 很香 它不是那種辣到你口中很辣很辣的感覺 它是麻麻的這樣 不錯 我喜歡 欸 推薦你們 如果你們有點鴨血的話 一定要點珍珠麵 然後把它丟進去 像我這樣子 超好吃 真的爆好吃的 好啦 那他們也有青菜的選項 我今天有白鴨椰 還有空心菜 那我們吃吃看青菜這樣燙起來好不好吃 欸 那個老闆娘很會燙耶 懂燙喔 老闆娘 它已經把它青菜本身的那個 脆味有沒有 已經燙掉了 但還可以 維持這種 非常脆口的感覺 來吃一下它的空心菜 空心菜啊 敢吃辣的朋友 你點湯的話 你會很開心 完全把那個 它那個麻辣湯底的那個味道有沒有 整個濕進去 所以建議大家齁 如果吃空心菜 不要一口人家 喔 保證你嗆死 好啦 這間還不錯 大家可以來嘗試看看 抖音看的再多 不如你自己來吃吃看這個 中國大陸的冒菜好不好吃 好 吃完啦 老實說啦 我覺得最有印象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就是那個 最後一間的冒菜 欸 我看了抖音那麼久 終於知道冒菜的感覺 然後我聽老闆娘說 它夏天就會推出麻將 麻將也是冒菜非常經典的一環 好 五間東區呢 你最喜歡哪一間 可以在底下留言分享給我們知道 那還有什麼推薦的東區美食嗎 可以在底下分享給我知道 最後 如果喜歡影片記得按讚、點讚、點讚、分享 不要看小鈴鐺 小鈴鐺 掰掰